哈囉,新機來了,看一下 iPhone 12 Pro的,ok 然後這是金色的 嗯...怎麼講 我現在是用iPhone XS Max在拍的 ok 然後 金色質感沒有,像我以前那種感覺做得到 然後把這個拿過來,換換一下 真的 質感 而且旁邊的感覺不鏽鋼了,一定要不鏽鋼了 這樣子感覺啦,亮亮的 缺少一點磨砂那種質感,然後背後 就這樣子,然後鏡頭模組 ok ok 有人喜歡啦,可是我覺得 跟我兩年前的XS Max比質感差太多了 然後這個就是 iPhone 12 iPhone 12,ok 一樣拿,給大家看一下 喔,這個藍色更 更廉價一點,好像玩具一樣 ok 鏡頭模組更 陽唇一點 整體而言 蠻失望的 你們看一下螢幕的畫面 螢幕 欸我覺得邊框也是蠻大的耶,老婆 我覺得這個等級邊框也是蠻大的耶,沒有覺得 比較小耶 這個邊框 我沒辦法接受耶 這太誇張了 這個邊框還是因為它旁邊那個座小 可是我覺得邊框很厚耶 有點失望 我跟你講說時機 看時機還是最重要的 你看這個邊框啦 有沒有覺得很寬啊 老婆有沒有覺得 他這邊框啊 螢幕的話我覺得 覺得差不多啦 餅子都差不多了 可是這邊框 我用我的肉眼來看 這邊框可能 是因為這邊做得很薄 你就覺得這個 這個邊框特別 我覺得OL1邊框特別大 有沒有看到 這邊框 感覺我這樣看幕式 差不多4mm 老婆 我們這樣看差不多4mm吧 可能是因為這個不鏽鋼 我就拍一下 它這個邊框做得跟iPhone4 iPhone4、iPhone5一樣 所以很閃 然後突顯出這個 這個邊框 差不多4mm嘛 覺得特別 覺得特別特別寬 所以覺得 哎呦真的不是我的菜 OK好啦 就到這邊了 那最後以希望影片 歡迎訂閱喔 拜拜再見